現在的疫情已經向歐洲蔓延了 義大利的情勢很讓人擔心 但是除了義大利之外 教宗的身體狀況也開始讓人擔心 等一下我會特別跟大家提 德國 法國 西班牙 我在這邊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我很憂心 因為以目前疫情 突然增加的速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德國 法國 西班牙 恐怕都不能夠讓人放心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義大利已經變成 這一波新增疫情的來源 所以我們看到教宗方濟各 身體突然間不適 而且流鼻他有醒鼻涕 然後有咳嗽 大家很替他的這個身體擔心 但為什麼義大利這一波 有這麼多的問題 第一個 首先他有一個超級傳染者 這個超級傳染者 是一個跨國公司的職員 而且他身體應該很好 他又參加馬拉松 又踢球 又參加餐會 又多次聚餐 所以光他一個人 就威脅到5萬多人的 這整個食物鏈 你知道 那不是比韓國的那一位 中年婦女還厲害嗎 但他確診數沒有那麼多 可是因為他真的趴趴走 而且顯然他身體一開始 還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還跑馬拉松 還去踢足球 都有 他是一個運動健將 所以讓這個不太喜歡運動的 我覺得放了一口氣 好 但問題是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在義大利主要的疫情所在地 一開始爆發的地方叫普拉托 普拉托各位聽都沒有聽過 你們要去玩也不會去那邊玩 到底為什麼 是因為普拉托有很多的工廠 而且有大量的名牌 是在那邊做的 所以當年溫州人 去那邊就溫州幫忙 去那邊一買買了好多工廠之後 那請問他工人 工頭用誰 用老鄉 所以老鄉在過年期間 回溫州再回來的時候 當地這麼一個小鎮 溫州人有6萬人 1 3分之1以上 當他回來的時候 就開始有大量的疫情出現 跟大量的病例出現 這是義大利他們說的嗎 這個是台灣這邊分析的 蘇患志 蘇縣長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他這麼熟義大利 但義大利這個就普拉托 它的確是一個名牌 重要的製造單位 溫州幫的運作在當地 也的確有很多工廠 是溫州人買下來 但真正大的問題就義大利 我們大家不要小看它 它其實是歐洲第四大經濟體 所以它有大量的名牌 來往出貨 運輸 所以整體來講 它是僅次於德國 法國 英國 其實現在英國脫歐洲 它就是歐盟第三大經濟體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人來人往 車馬這個砸踏 那一定會造成很大的挑戰 所以這一次整個歐洲的疫情 開始緩緩失控 中間有一部分來源 就是從義大利開始 我為什麼說我擔心 德國 法國跟西班牌 因為我每一天都在觀察 每一個國家的這個病例數 德國現在講說確診48例 感覺上面還好 但是各位你不知道 過去24個小時之內 他就增加了23例 換句話說 他等於是24小時之內增加一倍 翻倍 然後法國38例 你也覺得人數並不算多 但是過去24小時 他就增加了20例 所以他也是翻倍 西班牙確診25例 好像也不算多 但過去24小時 他就是確診數增加了12例 所以他們都是在過去24小時的確診數突然翻倍 那表示他們開始警覺 開始檢驗 就發現確診數還真的蠻多的 這就是讓我們非常擔心的地方 歐洲擔心完了之後 還要擔心的是中東 伊朗現在最讓人擔心的是 他的醫療體系看起來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防控或者是治療 看起來是條件最差的 對 尤其他的醫療設備跟西奧的進口 到伊朗又被美國給掐住 制裁了30年 而剛剛我們在講到 如果是義大利是歐洲的破口的話 中東的破口就是剛剛鳳馨姐講的 伊朗 伊朗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全球確診 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 最高層級的一個副總統 伊朗的副總統 馬舒梅 埃布特卡爾 他還糟糕的是他曾經坐在總統 伊朗總統的魯哈尼的旁邊 所以不知道下一個會不會變魯哈尼 還是說 我真的高度懷疑 因為他們就是密切的 在防範疫情的時候 因為這個衛生部的副部長 他其實就是確診的 他當時在記者會的時候 一直不斷擦汗 還咳嗽 然後也沒有戴口罩 對 然後還說什麼隔離 還說隔離是時期時代的事情 然後這一位副總統 對不起 他其實就是 專門管衛生福利相關的 所以我實在很懷疑 他們這些處理疫情的官員 會不會都受影響 所以這伊朗也被懷疑說 涉嫌隱瞞疫情 這個副總統他其實還是在以前 伊朗人質事件上個世紀 那個學生時代 學生團體的發言人 他是伊朗政壇的第三位 這樣一個從政的女性 伊朗的內閣第一位女性成員 他的確診之後 也震驚了全球的很多國家 然後包括中間那個先生 那個老先生 81歲的 哈迪霍斯羅莎西 他是伊朗住剛剛講的 歐洲 義大利那邊 中間有一個羅馬范蒂岡 我們的友邦 范蒂岡的大使 他長期一直是那個大使 他前一陣子也不幸 確診之後沒多久 他已經過世了 病逝 所以這也震驚了整個伊朗 你知道嗎 所以伊朗現在他是死亡的狀況 目前 以目前為止是27例 27例死亡 這個27例死亡 可以說是除了大陸以外 全球所有國家裡面 死亡第二高的一個數字 所以現在伊朗糟糕的是 接下來他們 我們講了 剛剛在講很多宗教的盛世 剛剛就從日本紫蘭機講到什麼 還有望彌撒什麼等等 我們之前媽祖也提辦 全世界三大宗教的 這個移動的盛世 一個就是在范蒂岡的聖誕彌撒 另外一個就是麥加的朝靖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台灣的 被英國的BBC認為是 全球三大宗教的移動的盛世 媽祖落盡 現在有兩個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第二個就是現在講的 麥加的朝靖 那麥加跟麥蒂娜是 沙烏地阿拉伯全球你看 多少成千上萬 七百萬一千萬兩千萬 會朝那個地方去 現在沙烏地阿拉伯嚇到了 他已經下定禁止他們的公民 禁止往波斯灣地區 海灣國家去移動 因為你看波斯灣地區 除了沙烏地阿拉伯之外 伊拉克 尼巴嫩 以色列 科威特 巴林 阿曼 阿拉伯 大公國全部都中標 都有這個確診的狀況 甚至有死亡的病例 下了沙烏地阿拉伯 他已經發布禁令說 禁止波斯灣地區的國家 來我沙烏地阿拉伯 然後你們這些 有確診的這個國家 也不要來我沙烏地阿拉伯 也不要來我這邊 雖然沙烏地阿拉伯 他最近幾年一直想要擺脫 對石油的依賴 開始開發觀光 觀光才對他們來說 尤其是這種麥加 麥蒂娜 聖城 朝靖 對他們來講是 佔有很大的商機 你想想看 以2016年來講 就有多少錢 七千六百億元新台幣的收入 他們去那邊朝禁 一定會去那邊遊覽玩一下 可是專家就講 當你看那個照片 許多的穆斯林 他們在撫摸那個 黑色的聖石的時候 還會去親吻 這麼百萬人去撫摸又親吻的話 你想想看 那個疫情就無法想像 所以現在沙烏地阿拉伯下禁令 當然也有人抗議 也有一個國家抗議 因為他下令大家不要去他那邊 也停止發這個 去朝禁的宗教的旅遊簽證 伊尼就抗議 我們國家一個病例都沒有 不要說死亡 連確診都沒有 你憑什麼禁我們 但是有人講說 搞不好是你的國家設備檢疫不夠 或者是怎麼樣 但不管怎麼樣 已經讓這些中東地區 還包括這些穆斯林世界回教國家 其實他們已經如臨大敵了 伊尼衛生部長早就說過 那個檢測太貴了 所以他們是不檢測的 所以他們當然沒有確診的病例 不過其實有時候 這是很特別的 因為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是敵對的國家 然後是不同的中派 伊朗是什葉派 沙烏地阿拉伯是遜尼派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伊朗所蔓延出來的 其實是以什葉派為主 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看起來只是預先防範 但是到底哪一個國家的疫情 我們要最值得關注 所以這邊 因為這也牽涉到全世界 那麼意大利 伊朗 還有美國跟日本 我們都來算一下 因為這些都是跟我們關係 極為密切 但是我們的節目是全球的 當然 所以不只是全球的問題 我們節目收視是全球的好不好 而且這個細菌有沒有 神出鬼沒 有時候捉摸不定 所以我們藉由撲克牌神 預知告訴我們一下 哪個地區的疫情會惡化 哪些比較會有一個改善的 我們請宅神 三月份好不好 第一張牌 第一張牌 第一張牌好不好 第一張牌是義大利好不好 黑色代表 或 沙烏地比較冰場 好嚴重 這個代表這個很嚴重好不好 惡化的情形會每況愈下 因為Club就是不好的 對 我們說過 我們一直強調黑梅花就是不好 穿西裝更加不好 而且又是亡 代表是極差 好不好 第二張我們來抽一下 這個叫做伊朗 伊朗 伊朗有什麼好事 OK 小小不可 不是 國家是好的 只是針對這個疫情的話 也是一個黑梅花 也代表是慢慢進入一個困難 慢慢進入一個危險期 OK 第三個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美國 美國 美國可能是醫學各方面有沒有 真的假的 可能他們的觀念 概念 這美國真的不錯 不想不錯 跟他們比 可能他們的科技 醫學 堪稱比較一流了 好 我們最擔心的去本 日本 來 日本 好 這真的是 這個宅舍的手 如果準的話 就是宅舍的功勞 不準 通通算我的 好不好 通通算好了 可以吧 所以美國目前來看 狀況有沒有想像中這麼差 那該有的疫情 該有的防範 他們有一定的共識 有他的科技 但日本這裡又是黑梅花舞 你會發現 紀錄老師到底我們能不能去 你那個撲克牌裡頭 有沒有Diamond 有沒有Spey 有 隨便 隨便 都有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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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都有 都有 普克牌神非常準 大家要推崇他 因為你怎麼都會是克拉伯 你感覺真的不好 對 普克牌神經過歷年來 是從埃及傳到法國 再發揚光大 他確實是有神通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意大利的情勢 是最讓人擔心的 日本 其實是日本 也是一樣不看好 也是不看好 只要是黑梅花都不好 只要黑的都不好 伊朗也不好 伊朗是慢慢介入困境 好 現在唯一可能看起來 情勢還不錯的 這是川普說的 美國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被嚇到 他們有個概念 他們可能針對這個疫情 沒有問題 美國的感冒不在此利好不好 流感不在此利 好 那麼等一下我們回來之後 要來看 中國大陸這一次 防疫專家當中 最有名的就是鐘南山 現在才發現說 鐘南山的事業投資 其實相當成功 而且因為疫情專家 防疫專家 現在他又多了不少的頭銜 馬上回來